各位新年朋友 在我开始讲之前 我想先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在你们的心目中 科学家到底是啥样子呢 您觉得科学家是个什么样的 以我现在对农学的一个了解 我就觉得是上得了实验室 下得了田地 那你了解得挺好的 当时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觉得科学家 就是要在科学的前沿傲想 所以我开始了 其实也是这样的 而且我觉得我的专业是植物营养学 它其实是一个应用基础学科 所以我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实验室里面 也发了挺多的paper 当时我就在想 它其实应用性挺强的 应该大家看到我的论文以后 这个技术不就自然而然地 可以用上吗 结果科学技术 与实际应用的距离 还是蛮遥远的 那我是在上个世纪 90年代 我就到了美国 宾州州立大学 当时是国际上第一个 根系生物学中心 在根系的研究 其实是植物生命科学的 真的是前沿领域 然后我取得博士学位以后 我回来 就在我的导师 袁晓龙教授的带领下 到广州华拉农业大学 我们建立了 就是中国第一个 根系生物学研究中心 我们知道 其实大家看的就是植物的地上部 觉得它长得怎么样 产量怎么样 花色怎么样 但是根系其实是植物隐藏的一半 你根本就看不见 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要想尽办法 怎么样让植物的根系 可以看得见 你看得见 你还要去定量地测量它 你才能去研究它的功能 你才能去研究它